好 我的戰爭 海龜啊 加戰 鋸 起床啊 在床圖 阿聖 七零零部隊9 洞氣 洞洞 腦袋有洞 那個自軒車八點來 我現在來大場了 然後我們有點痠嘛 到那邊應該是十點左右 然後租完機車回到民宿弄完應該十點半 前進去掉的話應該到掉點是十一點左右 可是三點 三點剛才好所以沒有很好 所以今天不太好掉 其實不太好 要這樣明天早上就比較好了 吃貓雞 吃貓雞 我們東西太多了 裝不下 要叫兩台車才可以 有半車全部都是S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anaddy 我現在在RJ的家裡 台東 我們今天要去綠島釣魚 這是我第一次去綠島釣魚 每一次去綠島都是去觀光 潛水啊 或是騎機的環島 今天第一次要去釣魚 其實去綠島釣魚我已經想很久了 非常想要去綠島 蘭嶼小阿秋之類的 就是把台灣所有的外島都去過一遍 我現在目前只有去過澎湖跟馬祖 今天來解鎖一個郵票這樣 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大家幫我發起贊助三兄弟 訂閱 按讚 加分享 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到了 這個是 綠島之星 他有去蘭嶼耶 我們去澎湖的時候 這個叫澎 我已經開始聞到那個 暈船的味道了 證件拿來我去零票 好 這票多少錢啊 500 來回1000 來回1000喔 綠島居民會比較便宜啊 那我簽到綠島居民 你要簽的嗎 今天蘭嶼有機會才買得到 暈船預備 台東 拜拜 我們要去綠島囉 綠島 好多菜 蔬菜補給站 我們到綠島囉 我們總算乘過來了 我發現這種大船超容易暈船的 好暈 裡面超級多人吐的 你還好嗎 KK 我們下船 現在第二個困難 第二個困難就是 我們要開始搬很多東西 我們的SR 然後我們的南極蝦 全部散開來了 全部都散開來了 箱子直接爆裂 這邊還有一拖 好多裝備 等一下出發釣魚 先去民宿放東西 這個水色很漂亮 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超好的 晴空萬里來打龜 天氣掉以後死掉了 超級熱 而且現在感覺很不舒服 我們到民宿了 好漂亮 這是我朋友家的民宿 國中風險 綠島還很爛 下裝備 這是老闆娘 我們這次準備了超級多的SR 也是平常我們最喜歡用的 毛粉 手上石包 跟白濟弩 這南極蝦都很大隻啊 我們現在就把粉全部 把它拆一拆 直接倒到SR桶裡面 這樣我們就不會帶很多包裝紙去外面 直接在這邊拆一拆 好啦 到完就可以出發囉 出發釣魚 感覺在下面浮潛已經非常漂亮 來外島釣魚就是一種心情 就算沒有釣到魚也是 非常開心 很放鬆 然後走一走就會遇到山陽大便 這 我又一 翔 翔 我又一 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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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翔 好 上來了 嗚呼 我們到了 漂亮漂亮 哇塞 把那沉重的裝備放下之後 整個那邊超輕盈的 感覺可以飛了 我看我看 欸欸欸 海龜 我看你看 欸欸 海龜 那你看到海龜 他剛剛游上來在那邊啊 是喔 很大很大隻啊 然後這邊場都很淺 我直接咬到直接斷線 所以要邊啊 暈幹啊 不要想說軟幹細線的磨大魚 還要放線 然後超幹要多漂亮 你不硬幹就是掰掰啦 對啊 因為這邊真的很淺啊 然後下面都是石頭 因為現在是甘草啊 如果長草長上來對不對 等一下咬在這邊 魚一直往那邊鑽 就去了 可是這一側比較難釣啦 因為這裡的 你看 浪會破大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樣都是釣那一側 你看這邊有一個流攻 先以那邊為 補到攻擊點 那如果就不咬 我們就往外 往側邊的流這邊來釣 因為也跟風向有關係 還有流向有關係這樣 喔 好多魚好多魚 這邊這邊好多魚 這下面這下面 你有看到嗎 你在乒乓鏡看超清楚 剛剛一整群 一整群這樣衝過來 喔 興奮興奮 快點 敲黑仔敲黑仔 聽我們RJ的在地向導說這邊 一定要用粗格西 所以我這次 我用PE2.5號很粗 粗到跟這個現檔這個粗西都差不多了 這邊好像白毛比較多 因為我看那個浪腳斜那麼high 黑毛白毛 這我最喜歡這種浪腳的地方 今天會要飄一點 從阿波用這個 鬼骨子的 什麼 鬼骨子 手工製作的老牌 品牌創立已經將近30年 無銅木材質加上特殊配方塗層 兼具精準度以及防敲耐摔的特性 從車胚 塑型 配重 上漆 全程手工製作 真蝦 東稿西稿終於全部都弄完了 釣基調就比較麻煩 現在準備ASR 釣組比較繁雜一點 ASR才打下去 下面就一堆魚了啦 滿滿的都是 它上面有藍色的點點 星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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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喔 這Size還沒有很合格 但是它真的很漂亮 喔 水喔 中了 很多小魚 那你大的好不好 大的大的 釣啊 釣啊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啦 魚還在 魚還在 喔 大的大的 釣啊 釣啊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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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我的幹子 同心娘 欸 剛好在關機的時候 中了這一位 小可愛 這尺寸已經可以收編了 喔 真的很大喔 而且它長得很漂亮喔 Sayonara 他聽到我要收編他 他就跳走了 大哥中出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哥出的喔 他幫了喔 man喔 man喔 哎唷 海龜啊 怎麼是你 拉右邊講話 歸歸來快點 我來救你啊 先過來 千塊 救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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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他 哎呀 龜龜 有 阿 不要讓他受傷 有沒有步 有沒有步 拿出來 不要不要咬到 先先撿這個線 我把它抓著 我把他抓著 然後你把他勾子拆開 你要 先勾子在哪裡 都是在在左側的旗那邊 左邊旗我看 好 拿眼睛包著 眼睛蓋著這樣 果然啊 走進他的頭 好了好了好了 那布拿起來 趕快回家 等一下 還有線 還有線 哇就拿起來 他第五號 靠飛 撿掉就好 吃人家的線 在缸門裡面 撿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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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屁股也有多大 我去拉 小心喔 小心喔 掰掰 好可憐喔 我們三個人 就這樣看著大海 沒有再次拿起釣竿 只覺得 心裡真的很難過 剛剛我以為 那位大哥中了大雨 所以我想說 拿網子龜幫他撈起來 結果 後來發現是海龜 但是那位大哥也是不小心釣到的 但是海龜非常的聰明 也非常乖 因為我們在幫他解鉤子的時候 他都沒有亂動 我們在幫他排除他身上的線的時候 發現他的肛門 也有一條線 他可能是人家飛機的線 看到那一幕 我覺得蠻心痛的 人類對於大陣的傷害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我們 能做到的就是 做好我們自己 不要亂丟垃圾 自己的垃圾一定要自己帶走 像是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地方 滿地都是垃圾 看了也是非常的難過 非常多的廢棄的線 檳榔渣 廢棄的線 抹布塑膠垃圾 還有很多煙頭 然後那邊右線 餅蓋 垃圾 很多垃圾 亂土檳榔汁 檳榔袋 超級噁心 這麼美麗的風景區 非常漂亮 不奢望大家帶走人家的垃圾 但是自己的垃圾一定要自己帶走 還有不要亂丟垃圾 今天已經是綠島的最後一天了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回台東 要回家了 設塔那裡綠島玩 好不好 好 答應我 好啦 好 KK K 下次再來綠島玩啊 好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珍珠三兄弟 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甘納迪 我會下見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甘納迪 我跟甘納迪說好 在這 10萬 Follow的時期 好 挑出甘納迪的 直接例如 所以 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緊 Follow 對 有心Follow Channel 動心動動 小孩有動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了 什麼字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了 答應我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了 欸 滾一下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了 我的幹事 你不應該就是掰掰了 我